我们再次对中巴两国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 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 这是一起蓄意预谋 针对中国公民的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 恐怖分子目标直接指向教师 这一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和文化交流的促进者 性质十分恶劣 行径令人发指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极大愤慨 中国人的血不会白流 中方坚定支持八方反恐努力 将同八方一道全力追凶 让幕后黑手受到正义严惩 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正告美方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无法阻挡 一个中国原则 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深圳 美方不要低估 14亿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背信弃义 不仅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地 也将给美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我们就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界 我们就会把台湾推向危险的境界 所以大家一起来 谢谢 谢谢观看